讓我們來歡迎本屆入圍的戴影家 他是一把青的男女主角 吳康仁還有蓮余涵 身穿 H&M 環保定制禮服 挽著吳康仁步上紅毯 看過一把青的粉絲直呼 郭枕和朱青終於有情人忠誠眷屬了 今年憑著朱青一角 演出單純和妖艷兩種反差形象 順利拿下第51屆金鐘獎 親近演員的蓮余涵 雖然還是戲劇圈的菜鳥 卻因為清新脫俗的氣質 和精湛的演技廣受好評 近期更有人爆料 指蓮余涵幾下三立電視台 培育出來的《珍愛女王》 成功接下了新戲的女主角 該網友爆料 指業界的八卦社團靠北影視中 提到最近有一名三立電視台 曾捧紅的《珍愛女王》 因為和自家合約的問題輸給蓮余涵 由於早前三立有多部《珍愛》系列 網友揣測 《珍愛女王》指的可能就是陳婷妮 據悉蓮余涵目前確定 接下東森古裝新戲 電視台透露 是在金鐘獎前就確定的事 至於今年也入圍金馬獎 新進演員獎的妮妮 早前剛拍完一部人生劇展短片 目前也談好了兩部電影 未來是否多朝向大螢幕發展 粉絲也相當的關心